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合同约定的以及工期费用索赔他们的计算 首先合同管理这个概念了解 是指建议单位跟施工单位为完成施工任务 明确收封义务责任的协议 其实就是施工合同 就是建议单位跟施工单位签的一个合同 那比如建立合同是建议单位跟建立单位签的合同 勘查是跟勘查设计是建议单位跟设议单位签的合同 这些参见风都是围绕建议单位来签的 我们施工合同的话 施工单位是不负责设计的 根据合同施工单位作为承包人 应完成合同约定的施工工作 设备安装 主要不仅仅是施工 有的是施工 还有的是设备安装都算施工 建议单位作为发包人 应提供必要的条件要给工程款 接下来我们看施工合同 它的主要内容 协议书 还有通用合同条件 专用合同条件 等等吧 我们这儿主要是把这三个拿出来 给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也不用去背 协议书一般就包括这些 工程概况 比较重要的嘛 合同工期 指令标准 还有约定合同价 以及合同价格形式 项目经理 合同文件构成 承诺及生效条件等内容 通用条款是格式化的条款 也就是国家的新冠部门 委托专家制定的 适用于各类工程 就是我们的通用条款 总价的 单价的 合同都适用 通用条款 专用条款是对通用条款的 补充和细化 专用条款是针对某一个具体工程 由承发包收封 对这个具体工程 进行的补充和细化 通用条款包括 一般约定 发包人 承包人 监理等等吧 就这么多东西 这个也不要去记 你知道通用条款是格式化的 是适合所有项目 专用条款是对通用条款的 补充和细化 是对通用条款细化 完善 补充 是对通用条款的 这个 就是说你要修改通用条款 你不能在这里边修改 你得在专用条款里边去修改 需要注意的是 组成合同的各项文件 应该相互解释 互为说明 但是由于合同文件很多 由于他们编制的时间不一样 掌握的信息不一样 难免会出现不一致 甚至矛盾的地方 这时候 谁效率高 以谁为准 除了我们专用条款 另有约定外 我们合同文件的效率是这样的 它是由协议书 中标通证书 如果有的话 投标函 及附录 专用条款 及附录 通用条款 记录标准和要求 图纸 以标价 公认清单 或预算书 还有合同的其他文件 这些是我们的合同文件 叫做 斜 中 头 砖 通 标 直 弹 我们孩子小时候 我带他出去 一脚踩到钉子了 把脚扎个窟窿 还能打破成风 是吧 那如果是斜里面 放一个砖头 不扎脚 是吧 通标直弹 你记住这个 斜中 头砖 通标直弹了 不但我们记住了 合同文件的内容 而且还知道 它们的效率高低 谁的排序靠前 谁的效率就高 那么最高的 你看 斜 就是协议书 中 就是 中标通证书 招标项目有 非招标项目没有 头 就是我们的 投标函 及附录 专 就是我们的 专用合同条款 及附件 通就是通用 合同条款 标 就是技术标准 和要求 纸 就是我们的图纸 但以标价 功能清单 获预算书 以及其他 合同文件 这些 胜熟 个性文件 包括 当时人就 该性 合同文件 所做出的 补通 还有修改 属于同一类 内容的文件 应该以最新 签署的 为准 同一类的 以最新签署的 为准 就是说 你比如说 都是专用条件 都是专用条款 那么同一类的 新的比旧的 效率高 其实这个也 很正常 你比如说 我们惩罚 帮双方 协商一致 协商一致 就可以调整 合同内容 那肯定 我一号 签的 我现在下个月一号 我又补充了 一个协议 五月一号补充的 三月一号签的 那这个 五月一号的效率 就比三月一号的 效率高 新的比旧的 效率高 这个要掌握 将来考试 可以考我们 程序挑错 对吧 谁的效率高低 再看 第一 施工合同 生风的主要 义务和责任 这个要理解 我们不是让背的 这个是理解 他用他主要来处理 施工合同的索赔 就是 什么是谁的工作 谁的义务 首先是发包人 也就是建设单位 第一是遵守法律 办理法律规定 尤其办理的许可 批准或备案 你比如我们施工 洗补账 施工图审查 看工报告 或者是指令监督手续 等等 因发包人原因 未能及时办理相关许可 批准或备案的 由发包人承担 由此增加的费用 和延误的工期 并支付承包人 合理的利润 支付合理的利润 还有 明确其派驻 施工现场的 发包人代表 这个要明确 专用条款中 明确其派驻 现场的 发包人代表的 姓名 职务 联谊方式 以及授权范围等事项 发包人代表 在发包人的授权范围内 负责处理 合同旅行过程中 跟发包人的 有关具体事宜 不属于法定 必须监理的工程 监理人的职权 可以由发包人代表 或发包人指定的 其他人员来行使 再来就是 移交施工成立 除专用条款令约定外 发包人最迟 应该在开工前 向承包人移交施工场地 提供施工所需要的条件 这个就是 你发包人应该按照 专用条款约定的条件 向承包人施工单位 提交施工所需要的条件 还有向承包人 提交施工场地 及施工资料 好 那这里边比较重要 应该在移交施工现场前 向承包人提供施工现场 及工程施工 所必须的毗邻区域的供水 排水供电 供气 热通信 拱布电视等 地下的管线资料 气象和水温观测资料 地质勘察资料 还有心灵建筑构筑物 地下工程有关资料 并对这些资料的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负责 好 比如施工单位 在施工的时候 把一个电缆 把一个电缆挖断了 这个损失100万 谁承担 谁承担 责任 那有个学员说 老师这不写得很清楚吗 健身单位承担责任 他提供这些资料 好 那不一定是健身单位 承担责任 比如施工单位 把电缆挖断了 那么人家健身单位 已经提供了 这地下有电缆准确 那你施工 还给它挖断了 那是你施工原因导致的 你施工单位要承担责任 比如健身单位 就说这个地方就没有电缆 没有施政电缆 那施工单位 挖的时候挖断了 有挖断了 那是你健身单位 提供的资料不准确 导致的 所以就是说 把电缆挖断了 谁承担责任 我们还要看具体的原因 进行分歧 这是这个 大家知道这个是健身单位 要给施工单位要提供的 这个要理解 按合同约定 支付合同价款 以及性的资金来源证明 就是说你健身单位 你应该按约定 支付合同价款 如果你不按约定支付 施工单位可以催告你支付 催告之后 在一定期限内 你还不支付 施工单位就可以停工 由此导致的损失 由建设单位来承担 至于这里边的内容 我们就了解了 再有支付合同价款 组织竣工验收 竣工验收 是由建设单位 来组织竣工验收 按合同约定去组织 当然 实用单位做完了 具备竣工验收条件了 你比如他干完合同约定的 各项内容 完成 设计文件规定的内容 这是第一 第二 进程的材料 各部件设备 有进程的检验报告 第三 经勘查 设计 施工 建立等单位 分别签署的 指令合格文件 还有 这个施工单位提交的 质量保修书 以及施工过程的 指令控制资料 这些资料齐全 那么具备 军工条件了 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 军工验收报告 和指令保修书 那么建设单位就可以组织 军工验收了 这是这个地方 第二是承包人的义务 施工单位义务 办理许可和批准 办理法律规定 应该由承包人 办理的许可 还有批准 并经办理结果 书面报送发包人 留存 比如施工单位 夜间施工要有噪音 那么应该去 向环保部门去申请 经过批准才可以 保修期内承担保修义务 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 完成工程 并在保修期内承担保修义务 这个保修期 我们有一个法定的保修期 法定保修期 还有法定的保修范围 你比如地基基础 地基基础 它的保修期是 合理使用年限 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年限 什么是合理使用年限呢 合理使用年限 就是你图纸 图纸里边写的 第一基础 主体 包括主体 然后还有一类 就是我们逢水 跟逢水有关的 不能少于五年 比如无面逢水 这个卫生间 逢水 外情 有逢水要求的 不能少于五年 其他都二 你比如供热 不能少于两个供热期 供热不能少于两个供热期 中休啊 管道安装啊 等等 不能少于两年 还有一个保修范围 那么你合同约定的保修期 你不能比这个短 只能比这个长 比法定的长 施工单位 要在保修期里边 承担保修责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在保修期里边 由于指令问题 那么建设单位 应该通知施工单位 维修 施工单位 应该维修 如果通知你施工单位 你不修 那么建设单位 可以委托其他单位 去修 就这个费用 如果是你施工单位 原来导致的责任 指令不合格 那由施工单位 来承担 这是我们的保修期 保修期跟劝责任期 不一样 我们保修期 它是从 竣工业绕合格 开始算 而这个劝责任期 它也是 劝责任期 也是从 竣工业绕合格 开始算 但是劝责任期 它一般是 最多不超过24个月 而保修期 它可能就很长了 只不过是 过了劝责任期 我要退剩余的质保金 在保修期里边 你要承担保修责任 这两个概念 不要搞混了 施工安全和环境保护 按法律规定 还有合同约定 采取施工安全 环境保护措施 办理工生保险 确保工程及人员 材料 设备 还有设施的安全 再看 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还有施工措施计划 这个肯定 施工单位 你要做这个工程 你应该编制 施工组织设计和 施工措施计划 当然 这个要监理审批 监理审批 并不排除 并不免除 你施工单位 由此导致的责任 监理审完了 由于这个 施工组织不完善 施工计划 不完善 导致的损失 还应该由你施工单位 来承担责任 这个意思要理解 也就是并对施工作业 还有施工风法的完备性 安全可靠性要负责 这是你施工单位编的 你要负责 避免对临近的公共设施 产生干扰 就是你施工的时候 不要对周围的临近设施 产生干扰 不得侵害发包人 其他人使用的公共道路 水源 市政管网等 公共设施的权利 避免对临近的公共设施 产生干扰 再看 施工场地及周边环境 跟生态的保护工作 按合同约定 负责施工场地及周边环境 跟生态的保护工作 再看 施工安全措施 那施工 要对施工的安全负责 按合同约定 采取施工安全措施 确保工程 及其人员 材料 设备 和设施安全 逢止因工程施工 因工程施工 导致的这个 造成的人身伤害 还有财产损失 就是施工原因导致的 那你施工单位要承担责任 即时支付合同价款 这个不建设单位的义务吗 怎么还有施工 因为我们施工里边有总包 还有分包 那你分包 跟总包签的合同 分包的价款 工程款有总包支付 也就是发报案 合同约定的支付 价款 专用于合同工程 且应及时支付其雇佣人员工资 并及时向分包人支付 合同价款 这是从这个角度 那个建议单位的是 建议单位要支付给你总包 编制竣工资料 按照法律规定 还有合同约定 编制竣工资料 完成竣工资料 例卷归等 并按专用条款约定的 竣工资料的套数 内容 时间 等要求移交发报人 其他义务是 履行合同约定的 其他义务 是这样 这是施工单位的 施工单位的 义务 第二 建议施工合同的主要内容 就是我们 合同里边当然内容很多 但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 我们应该把它约定好 不要漏了 这是主要 就是比较重要的 关于工期的 质量的支付 支付价款 分辨的重要内容 这个不要漏 关于指令条款 按照指令管理条例规定 指令监督部门 不再是 竣工验收和指令平定的主体 就是指令监督部门 不再是这个主体 竣工验收 由建设单位 这个咱们已经看到过很多遍了 建设单位组织 勘察 设计 施工 监理 等 新冠单位进行验收 有关价款支付 方法人工程价款支付 按照预付款 进度款 竣工结算款的形式来支付这些 好 后边 这些概念 其实我们前边也提到过 我们从施工合同的角度 再了解一下 预付款 预付款就是 开工前支付给施工单位的 用于购买 建设工程所用的材料啊 设备啊 去周转 今天要从它的工程款里边 再扣还回来 它预付款属于借款的性质 进度款是除专条款令约点外 进度款的付款周期 应该按月 按月进行进度款 第三 竣工结算 工程完工后 应该按下列程序和规定 进行竣工 第一是 承包应该在竣工验收合格后 二十八天内 向发报人和监理人提交 竣工结算申请单 以及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 除专用条款令约点外 监理人应该在收到竣工资料 十四天内 完成核查并报发报人 这个时间大家知道 其实就是竣工结算啊 它是有实现的 承包人你竣工验收合格 你要在约定时间内 如果没有约定 就是按二十八天 向发报人 监理人提交结算申请 及完整资料 除专用条款约定外 监理人收到这个话 十四天内 完成审查 完成审查 总监签任 再报建议单位 建议单位根据这个 去拨付工程款 第四 工程保证金 是建议工程施工合格中 往往会遇到保证金 你比如我们投票的时候 有投票保证金 签合格的时候 有履约保证金 申请财来预付款的时候 有履约保证金 等等 最终结枪 承包人应该在 确认责任期 终止证书颁发后 七天内 向发布包人提交最终结枪单 发布包人收到申请之后 十天内完成审批 并向承包人颁发最终结枪证书 并在证书发出后 七日内完成支付 预期支付的 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来支付 约金 不是存款 存款利率低 贷款利率高 就是你得 这个其实就是督促 发布包人你及时支付 预期支付超过56天的 按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 支付约金 发布包人收到结枪申请 预期未完成审批 且未提出意义的 事为同意 就是说我把这个结构申请 报你了 你一直不搭理我 你也不让我补充资料 你也不说不行 你也不说行 过56天认为你同意 这个最终结枪 知道 知道就可以 知道有这个东西就行了 第二个是合同价格调整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我们大家必须要理解 要掌握 我们签合同的时候 这个价格是一个计划的价格 合同价格是一个计划价格 它并不是最终的实际造价 那么经过 实用过程中的调整之后 才会变为实际造价 那什么因素会调整合同价款 我们是这样规定的 五大 五大类 调整合同价款的因素五大类 一类是法规变化类 就是法律法规变化 这是一类 主要就是我们法律啊 法规啊 一些制度啊 等等这些调整 这是一类 第二类是变更类 包括工程变更 特征不符 国家认定清单缺性 还有国家认定偏差 以及技术工 这都属于变更类 第三类属于物价变化 比如我们材料涨价 机械涨价等等物价变化 还有攒估价 这个也是材料攒估价和专业工程攒估价 是吧 第四类是索赔类 包括布格康利亚 提前竣工 延务补偿 或者叫赶工 索赔 还有其他类型 比如现实签证 这是从五个方面来说 这个我们并不要记 并不需要记 物价变化属于第三类 是吧 这个变更 特征不符 清单属于变更类 这个不要去记 我们要掌握的 就是每一种 每一个细节 它怎么变 你比如反正法规怎么变 变更怎么调 特征不符怎么调 清单怎么调 这个 把这个怎么调价 要理解 要掌握 不是要背这个东西 因为它考的话 往往就涉及到 我们判断对错 或者是考你结算 计算的问题 首先看第一类 法律变化 基准日的确定 对于实行招标的建设工程 一般以 施工招标文件中规定的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 往前走二八天 比如这是投标截止时间 这是投标截止时间 从这往前走 二八天 那这是基准日 这个基准日往前的风险是建设单位承担 基准日往后的风险是施工单位承担 这就是为什么要判断基准日 如果是不实行招标的 一般是以合同签订 那个时间往前走二八天 为基准日 第二 工程延误期间的特殊处理 如果说不定没有延误 就是从这往后走 法律法规要怎么调就怎么调 如果有一封延误的特殊处理是这样 承担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在延误期间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政策发生变化 引起造价变化的 造成合同价款增加的合同价款不予调增 造成合同价款减少的英语条件 好 你比如我们应该在这儿这个完成 好 这儿比如这是八月份 应该在这儿完成 那么由于施工单位延误到十月份了 延误了两月 正好在这两月法律法规调价了 价格调整了 比如我们归费税金等等调整了 那么这时候我给不给施工单位调啊 不调 因为你施工单位延误了 我按原价格 如果预价格下降呢 那我按新价格 就是谁违约按照不利于谁的方式处理 那如果这个是施工单位 如果是建设单位原因导致的 那一样的道理 也是按照建设单位延误 建设单位违约按照不利于建设单位的 这种方式去调整 第二 工程变更的合同价款调整方法 这是变更类 变更的范围 这个是一个是示范文本变更的范围 一个是标准施工招标文件的范围 这个不要背哦 因为这个东西啊 它大体意思一样 但是有一些差别 所以我放在这儿 让大家做一个比较 我们看 示范文本 标准施工招标文件 这些就属于变更哦 第一是增加减少合同中的工作 或最佳额外工作 第二 取消合同中的任何工作 但准由他人实施的出案 第三 改变合同中任何工作的指令标准 或其他特性 第四 改变工程的基线标高位置 还有尺寸 第五 改变工程的时间安排 或实施的顺序 这个标准施工招标文件 它是这样规定的 取消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 但被取消的工作 不能转由发包人或其他人实施 第二 改变合同中的任何一项工作 质量或其他特性 第三 改变合同工程的基线标高位置尺寸 第四 改变合同中的任何一项工作的时间 改变已批准的工艺顺序 第五 未完成工程需要追加的额外工作 好 这个就知道 知道有这么回事 就行了 第二 变更价款的调整办法 那么变更了如何调整价款 这个要理解 第一 分费用费的调整 我们清单的费用前面减过 如果按在价形成有分费用工程费 措施项目费 其他项目费 归费 税金 那么这个分费用工程费怎么调 第一 第一 以标价功能清单中有适用于变更工程性物的 且变更导致该清单性物功能量变化不超过15% 采用该性物的单价 比如我清单有100立方 100立方 现在实际110立方 多了10立方 原单价是10元 那么现在这10立方还是按照10元 就是这意思 15%以外的量 没有超过15% 是我按照原单价 这是第一个 以标价功能清单中 如果没有实用 但是有类似于变更性物的 我们可在合理范围内参照类似性物的单价 或者是参照类似性物的总价调整 采用的性物单价的前提是 采用的材料工艺风法基本相似 不增加关键线路上的时间 其实就是有类似的 有类似项目 比如我名字都一样 特征有一些不同 我可以在这个技术上调整这些 调整这些 比如C30 C35 我调整一下 第三 以标价功能清单中 没有适用 也没有类似的变更项目 由承拨人根据变更材料 既定规则 计价办法 造价管理机构 发布的造价信息 还有承拨人报价浮动率 提出变更的单价或总价 报发报人确认后调整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有在信息的 承拨人报价浮动率 可按以下公式 实行招标的 就是一减中标价除以招标控制价 那我举个例子 你看这报价浮动率的含义 比如你的中标价是90万 你的报价90万 招标控制价是100万 一减去这个 你的报价浮动率就是10% 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它的含义就是说 我的报价相对于 照片控制价 认立了10% 就是净低了10%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这儿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的话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既没有形同 又没有类似 但是有计价定额 有资价信息 比如你算出来的这个项目的单价是100元 我们这是万 比如你这个项目的单价是100元 这是按照社会平均水平算的 也就是资价信息嘛 你投标报价是你自己的企业定额 你自己的市场价 那跟照片控制价里边的单价是有差别的 那这个100元是照片控制价 并不是你的水平 那你的水平应该是用这个数 乘以1减报价浮动率 那就是100乘以1减10% 那你这个项目的钱应该给你按90块钱算 就是你当时选你中标的时候 就是你比社会平均水平低了10% 所以我按照社会平均水平 算出这个项目的单价 我也得给你考虑一个 认立一个报价浮动率 第三条就是这个意思 第四 以标价规定清单中 没有适用 也没有类似于变更项目 就是既没有形同的 也没有类似的 且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造价信息 缺价的 没有造价信息 由成王人根据变更资料 计量规则 计价办法 通用市场调查等 有合法依据的市场价格 提出变更项目的单价或总价 到发布人 然后调整 就是说这时候 既没有形同又没有类似的 又没有 又没有什么呢 赞下信息的 这时候 由成本人提出来 跟发布人 协生确定就完了 这是我们变更调价的这四种 四种办法 第二 挫折性股费的调整 挫折性股费 它是发生在施工前和施工过程中的 非实体的费用 就是非实体 非实体 安全民兵施工费 安全民兵施工费是不允许竞争的 不管是在报价的时候 结算的时候 调价的时候 都不愿意竞争 不得浮动 就是不得竞争 第二 采用单价计算的措施项目费 就是可计量的 你比如我们模板 就是按平米算 这属于可计量的单价措施费 按实际发生变化的措施项目 去调整 也就是实际的量 和刚才那个 分不分的调整办法一样 去调 前数分分费的调整方法 确定单价 第三是按总价或系数计算的 比如我们 这个夜间施工增加费 以原工程保护费等等 这些是用一个基数乘一个费率 除安全文明 措施费 不允计竞争之外 按时计算 除这个外 应考虑承包人报价浮动因素 即调整定额 按实际调整 乘以这个报价浮动率 好 那这个地方 标准事工招标文件 它是这么规定的 但是我们实际在考试中 有可能不是这样 它不是情质性的 它是推荐这样 如果我们考试的时候 考题人家告你怎么调了 你就按核能约定去调 一般考试如果考这个地方 一般考题会告诉你 约定怎么调 约定怎么调 你就怎么调 没有约定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有这句话 就可以了 第三 删减工程或工作的补偿 因非承包人原因 删减了合同中的某性原定工作 或工程 致使承包人发生费用 得到的收益 不能被包括在其以支付 或应支付的项目中 也未包含在任何替代的工作 或者是工程中 则承包人有权提出 并得到合理的费用 以及利润的补偿 就是说原来这个大的工程 你把这里边的一块 闭工作删了 那么分摊到这个闭工作的时候 的一些费用和利润 肯定就少了 那么不能弥补回来的时候 那么承包人有权提出 合理的费用和利润补偿 第三特征 不同变更事件 引起合同价款的调整方法 特征不符 清单的特征 我们认为 投标报价的时候 认为它是准确的完整的 因为招标人要对清单的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我投标的时候 按照实际的 投标的时候 按照清单的特征 投标的时候 是按照清单特征 就是招标人写的 去报的价 可是我施工的时候 干活的时候 必须按照图纸施工 这是你的法定义务 比如清单是C35 实际是C40的混凝土 那我肯定得按C40做 那这个价格就变了 那么我可以按实际特征 去调价 也就是这儿讲的 我们调价的时候 应该按实际施工的项目特征 去调价 也就是说结算的时候 结算的时候 你是按实际特征去结的 但是你报价的时候 你必须得按照清单去报 因为公众认清单 分分项清单 是不允许调整的清单 这个我们要注意 第二 公众认清单缺项 公众认清单缺项是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 应该是100项清单 实际招标人编了99项 少了一个 少了一个的话 投标人在报价的时候 能不能说 我再给你加一个行不行 不行 因为分分项清单 是不允许调整的清单 你不能加 你加了就把你废标了 当然你可以提出疑 对吧 那你 比如你就没有提出疑 你就按99个报 将来这一项你要不要做 你要做 你要做 能不能要钱 可以 因为是招标人员导致的 我们看 招标清单中 分分项出现缺项漏项 造成新增清单项目的 应按照变更事件中 关于分分项工程费的调整方法 来调整合同价款 那么 那也可能导致 错失项目费发生变化 错失项目费 由于招标清单中 分分项出现缺项漏项 引起错失项目发生变化的 应按照变更事件中 关于错失项目费 它的调整方法 在承包人提交实施方案 被发包人批准后 来调整合同价款 由于招标公众认清单中 错失项目这个漏项 承包人应该将 新增错失项目实施方案 提交发包人批准后 按照清单中有关规定要调 也就是说 你原清单中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实施过程中 如果要用到这个错失项目 你必须在用之前 把这个错失项目的方案报发包人 发包人批准之后才能调 如果你没有报 那么你就做了 那么将来发包人可能给你 也可能不给你 这个我们要注意 就是错失项目这块 第三 观论偏差 这个观论偏差是什么意思呢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 清单的量 就是招标的时候清单量 它是一个计划的量 它是计划的 并不是最终实际的 比如清单里边是100立方 我实际是120立方 那么这个增加的是 120-100 除以清单量 超过了15%了 好 是指 常包人根据发包人提供的图纸 进行施工 按现行国家计定规范的规则 计算得到的 完成合同工程项目 应与计量的工程量 跟招标清单列出的 工程量之间的这个偏差 就是工程量偏差 它的调整原则是 应计算实际工程量 跟招标量出现偏差 如果超过15%的时候 超过15%了 对综合单价的调整原则为 超过15%以上时 其增加部分的单价调低 减少15%以上 减少后剩余部分 注意 这个减少剩余部分 是哪部分呢 是全部应该调高 我举个例子 比如 清单令是100 如果实际令是120 那么清单令100 原来定的是10块钱 120的话 如果实际是120 120里边 115执行原单价 10块钱 120-115 这5 15%以外的量 执行新单价 比如新单价是9块钱 它也会便宜一些 量大了批发价 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一种 如果实际量是80 减少它超过了15%了 全部的量 对应的单价 都应该调高 那比如这是11块钱 就是这样去调 我们看 这个就是实际量 这是清单量 超了15%了 那么我们的价就是 清单量乘以1加15% 这就是15%以内的量 执行原单价 这是15%以外的量 执行新单价 第二 当实际量 减少的超了15% 全部的量 对应的单价要调高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这是增加 这是减少 那这个P1如何确定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有约定 按约定 你像我这儿说 增加了15% 我说10块钱 减少了15% 超过了15% 按9 这个按11块钱 对吧 增加了超过15% 以外按9块钱 这是有约定 按约定 那么如果未约定 未约定 未约定 我们这时候就结合 这个 报价浮动率 招败控制价 来调吧 这个地方 讲的就是未约定的时候 未约定 未约定 当实际量 比清单量 超过了15%的时候 那么 如果你的报价 报的特别高 比如我们画一个时间轴 好 这是P20招败控制价 乘以1加15% 然后这是招败控制价 乘以1减 报价浮动率 乘以1减15% 就是下限 这是下限 这是上限 如果你报价 超过了上限 就是比这个上限 还要高 此类性的总共单价 按照 就是你15%以外的量 按照这个上限 按照这个来调 如果你的报价 比这个下限 小于这个 小于这个上限 在这个范围里边 那我就可以不调 当然前提 它还得大于这个下限 当你实际量 减少的超过了15% 这时候 你的报价 如果减少的超过了15% 你的报价 如果小于下限 就是这个 我的报价比这个还便宜 则该类性的总共单价 P1 P1按照这个下限 就按照这个来调了 按照这个来调 如果你的报价超过了 大于等于下限 比这个大 那我就可以不调 其实就是说 其实在这儿 就是你的报价 P0 如果大于等于 P2乘以 1减报价浮动率 乘以 1减15% 比这个下限大 然后小于等于上限 P2乘以 1加15% 就是在这个范围里边 就可以不调 在下限和上限范围里边 就不调 但是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我想 就是未约症的这种情况 大家能理解就理解 理解不了的就算了 因为我们 这个高级经济师 有可能他涉及不了这么深 当然我们 这个中级里边 也涉及到了一点 因为这个对增加师来说 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对我们高级经济师来说 就可能没有这么深 但是前边这个 就是我这儿举的这个例子 你是必须要 要掌握的 第三 总价措输项目费的调整 对总价措输项目费调整原则是 国家政增加的 它总价措输项目费也应该增加 如果国家政减少的 总价措输项目费也应该跟着减少 好 我们看一个例题 某招标项目执行清单架规范 招标清单中 某非性工程量是 1500立丰 这是我们分性工程 招标的时候也就是Q0 清单量1500 Q0 施工中设计变更增加 设计变更调增为 1900 注意是调增为 就是现在是1900 那么则 该分用工程最高投标限价 是40元每立方 投标报价是47 则该项目的结算价 则该项目的结算价 那你看 1900减1500 除以1500 我们看有没有超过15%呢 超过了 超过了15%的话 那么15%以外的量单价应该调低 那么现在你报的价是47 招标控价价是40 那用40乘以1加15% 因为你报的高嘛 你报的高 报的比这个高 然后这个一乘是46 是吧 46 那46 也就是说 这是我们的46是剩限 我这个价比这个剩限高 我现在是47嘛 比它大 比剩限大 那我15%以外的量 就应该照这个剩限 46来调 我们看这个计算过程 这个偏差率超过了15% 然后把剩限 招标控价价 乘以1加15% 算出来46 也就是这个46 就是我们的剩限 剩限 46 而你的报价是47嘛 比这个大 所以15%以外的量 这样的单价 应该按照这个剩限 46 也就是15 乘以1加15% 这部分量 乘以原单价 47 然后用19 减这个 15%以外的量 执行新单价 46 求和得到89125 这是这个选C 选C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应用到 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应用到 这个地方的知识 借着这个练一题 看看大家能不能理解它 这个题我们就这样 第四 计日工 计日工是实施 合同范围以外的 零星分散用工 头边报计日工的时候 这个计日工的单价 是一个综合单价 综合单价 它含了除归费税金以外的 所有要素 我们再看 承包人应该在该 性变更实施过程中 按合同约定提交 下表和有关凭证 送发报人复合 就是 你 进入工阶段之前 你要报这些东西 这个了解 公众名称 内容 数量 第二 投入该工作所有的人员 姓名 工种 级别 耗用工时 第三 投入该工作的材料名称 类别 数量 第四 投入该工作的 施工设备型号 台数 耗用台时 第五 发报人要求提交的 其他资料和凭证 这个就知道就完了 那么 接入工我们怎么调价 接入工费用的 确认和支付 应该通过 现实签证 就是说 你在使用 机制工的钱 应该给发报上一个签证 签证里边 应该有机制工的 工种 数量 这些信息 那么 按实际签证的量 和你报的价去结 并根据 核实的工程数量 和 以标价 工程签单中 机制工的单价 去计算 以标价工程签单中 如果没有 该机制工 由发生贸 送风 按变更 有关规定 确定 机制工单价 如果有 就按 有的 因为 机制工的工种 数量有很多 有可能没有 没有的话 就送风 在协生 按变更 如果有 就按原来的 就是这意思 第三 物价变化 你比如材料 涨价 机械涨价 等等物价变化 如何调 我们有 两种办法 一个是 价格指数 调整 价格指数 调整 差价 还有就是 照价信息 调整 那么如果是 采用价格指数 调整 差价的方法 它主要适用于 施工中所用的 材料品种 比较少 材料品种少 每种材料 用量较大的 土工工程 那就用这个式的 Delta P 就是差价 就是现在的价格 跟过去的 价格水平的差价 P0 是按原合同 价格水平 算出来的工程款 这是P0 A是固定要素 B1 B2 B3 BN 这个是各个 调价要素的权重 那么我们有一个 横等式 就是A 加上 B1 加B2 加 BN 这个应该等于 也就是说 固定要素的权重 加上 调价要素的权重 之和 应该等于 1 这个是 各个调价要素 结算期的价格指数 注意就是 比如三月份结算 就是你结算 这个时候 结算期的价格指数 或者是价格 而这个 F01 02 03 0N 它是各个要素 G7的 G7的 价格或价格指数 G7的 好 这是我们 调制公式 调价 第二 工期延误后的 价格调整 好 大家记得前面 有一个法律法规 如果某一封 延误是按照 不利于这一封的 这个也类似 由于发发源源 导致工期延误 则对于 计划进入日期 后续施工的工程 在使用调制工程时 应采用 计划进入日期 跟实际进入日期 两个价格指数 较高者 就是说 原来工期是 一到四月 现在由于 建设单元原因 干到六月 干到六月了 这是四月到六月 在这段时间 价格上涨了 价格上涨了 那么如果是 比如说是土著碗道 建设单元原因导致的 那么我在这段时间 就应该按新价格 这时候 给施工单位 钱就多了 如果预价格下降了呢 如果预价格下降了 按原价格 还是按高的 反正就是 对建设单位不利 这是这 如果是承拔原因 导致工期延误 则对于计划进入日期 后续施工的工程 在使用价格调整工程时 应采用计划进入日期 或军工日期 跟实际军工日期 的两个价格指数中 较低者作为调价 比如这个延误不是图书馆道 是施工机械 施工机械 施工单位的原因导致的 施工单位原因导致的话 那如果预在 原合同是一到四月 现在施工单位干到六月了 如果这个预价格下降 我就按照新价格按低的 如预价格上涨按原来的 这样调 反正就是说 谁违约按照不利于谁的 这种方式去调价 这是价格指数调整法 我们看一个例子 某市政工程 投标截止时间是 19年4月20 确定中央人后 工程在6月1日开工 合同约定 工程价款结算时 人才 耕材水泥 砂石料 及施工机具 使用费 采用价格指数法 来调查 个性权重系数 以及价格指数 见下表 19年8月 承包人登月完成清单子木价款 是2000万元 登月按以标价 国内清单 价格确认的 变更金额是200万 则本工厂19年8月 价格调整金额是多少 这个让我们算8月份 那我们先要看到 他这个 这时候开工 往前走28天是基准日 这是从投标截止时间 这是投标截止时间 4月20号往前走 28天是基准日 对吧 投标截止时间 确定后 确定中央人 然后给了一个表 那这时候他 19年8月 承包人完成清单子木 这个是按清单价格算的 登月以拜价工厂清单 确认的变更金额是200万 还有200万 然后8月的价格调整金额是多少 好 那这个地方 你看 人工材料 水泥 砂石 机器 然后这是固定要素的权重 这是各个条件要素 3月 4月 8月 那我们首先就要确定 你投标截止时间是4月2号 往前走 28天 应该是几月份 应该是这个3月份 你应该找到这个地方的价格指数 找到之后我们看 我这个 现在让我们算这个差价 这个2200一定是机器的 2200是这儿 你原来合同中的2000干完了 然后变更的这个200 这个200也是用原合同价格水平算的哦 原合同 原合同价水平 不是调整之后的哦 算出来的 2200 然后乘以这是固定要素的权重 这是第一个要素权重 第二个要素 第三个要素 第四个要素 然后再看 你看这个分母 184 这个104.5 115.6 它就是 就是这儿 是吧 就是这儿 还有110 11 还有这儿 这儿还有一个 是吧 112 好 它就是投标截止时间往前走28天 这是几轮日 然后你结算的时间 你结算是在8月份 所以我得用这一列 这一行 是吧 也就是带入这个公式 你会找 这个分子分母 会找这些 还有 带完之后 不要忘了 它问你的是差价还得减移 这个是容易漏掉的 如果不减移 它是调价后的工程款 如果减移了是差价 82.94 82.94 所以我们就选 D这个选项了 就是这个道理 好 这是这个习题 我们再看 第二 造价信息法调整合同价款 就是利用造价信息 采用造价信息调整差价的方法 主要适用于 使用的材料品种比较多 刚才那个 价格指数是品种少 权重大 这个是数量多 每种 这个使用量较小的 房屋建筑跟中式工程 对于材料设备价格变化的价格调整 按一下办法 这个原理跟刚才一样 如果成本报价中 材料单价低于基准价 工程施工期间 整幅以基准价为基础 超过约定方向幅度的 或材料单价跌幅以报价为基础 超过合同约定方向幅度的 其超过部分按时调整 当然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 我们的基准价是100块钱 这是基准价 基准价 是100 好 那 你如果材料价格下净了 这个下净了 然后你的报价 如果乘法人报价中的材料价 低于基准价 那你报价 比如你当时报的是80 这是你的报价 你报的便宜 批零 这是基准价 比低于基准价的时候 工程施工期间 整幅 如果价格上整了 比如比80多了 那我就以 这个 跟谁比啊 跟这个基准价 如果 比如现在是110 实际价是110 那我怎么调呢 是以基准价为其主 超过基准 基准价的百分之 比如百分之五 那百分之五的话 那就是110 减去基准价100 乘以1加百分之五 就是105 那你原来报的是80 我就用80加这个 那我现在条件就是85 给你调成85 就是这意思啊 就是你报的便宜 基准价高 那么超过 合同约定幅度的时候 是以基准价为基础 去调 是这样啊 是这样去调 好 我们再看 如果下降啊 或者是材料单价 跌幅 以报价 比如材料下降 现在下降到这儿 下降的是 现在是70 那么70的话 我是用80 啊 80 肯定现在 下降了 我要调 调整的话是80 加上一个70减去 80乘以 括号1减5% 以报价为基础 往下降 5% 那这个数 就是往下降的时候 怎么调 甭管上升还是下降 都是究竟原则 就是实际价 跟那个你的报价 和基准价去比 离谁近 以谁为基础 这样去调啊 当然这个地方也是比较难的 啊 我想 呃 我们可能 比如今天是第二年经济师考试 他一般不会涉及到这么深 啊 不会涉及到这么深 大家有所了解吧 啊 有所了解 第二 如果城防人报价中材料单价高于基准价 比基准价高 呃 施工期间材料单价跌幅 比如 高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基准价 这是基准价 比如这是100 你的报价是110 这是你的报价 高的话 啊 如果价格下降 价格下降 我以谁为基准价 以这儿啊 以基准价为基础 超过约定 方向幅度是调整 如果价格上涨 比如现在是实际是120 我就以它为基础来看 有没有超过5% 也是究竟原则 对吧 这也是知道就可以了 超过部分按时调整 第三 攒估价引起合同价款的调整 那么攒估价包括材料攒估价和专业过程攒估价 材料攒估价你招标的时候啊 招标文件定的多少 你就按多少去报的 比如招标文件定的是100块钱 每立方 那你就按照这个报的 进入你分分合同价了 现在是105 那么我考虑不考虑风险啊 不考虑 市场报价的是要考虑风险 材料攒估价不考虑 那我这个插价5块钱啊 105-100都要调 都要找建议单位要 这就是这个 那么怎么样确定它实际价呢 如果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 就应该通过招标来确定 如果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 由乘发包送锋 携生来确定 这个材料的单价 第二攒估价啊 专业工程攒估价 专业工程攒估价 你比如我原来招标的时候啊 要做一个警卫室 可是我没有图纸 我不知道多少钱 我攒定这个警卫室 比如攒定 200万 投票人都按照200万去报 今天这个图纸出来了 图纸出来了 我就算出来 它是500万 那么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 那应该通过依法招标 确定是500万 那么取代原来的200万 也就是结算 你就得按实际500万去结算 算合同价的时候 你算按200万 算实际造价 得按500万 来取代原来的 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 就应该通过招标确定 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 有惩罚报送锋 协生确定 这个就这样去理解